今天礼拜一一个礼拜新的开始 还是可以感受到东北季风的凉意 今天北台湾明显降温 我们对大家看到是累计雨量图 今天呢其实呢在花莲这边相对水气还是比较多一些的 累计雨量呢一整天下来大概来到20到30毫米左右 宜兰花莲都是降雨相对呢比较明显的地方 其他地方呢特别是北台湾云量会偏多一些 而至于温度表现上面呢在嘉义还有台南清晨低温都只有18度 所以早出晚归注意天气上面的变化 危险云图呢明后两天开始呢主要风向比较偏东风 甚至开始吹起南风 届时温度会一天比一天高 有机会全台高温来到28度 但是明天清晨呢还是比较凉一些 北台湾的民众呢出门加一件外套吧 未来一周的天气变化 礼拜三礼拜四这两天呢风向比较偏南风 所以呢高温有机会上看30度 周休假期的时候呢风面加上东北季风影响 又要再变天 明天的天气我们一块来看 明天北台湾清晨还是蛮凉的 大概低温落在只有18-19度左右 而至于中台湾看得到阳光露脸 高温来到27-29度 南台湾的高屏则是要留意早晚之夜 温差相对比较大 在东台湾迎风面水气比较多 降雨几率50% 外岛地区高温落在18-25度 明天清晨呢其实还是蛮凉快的 出门记得加一件宝外套 终请靠 终请靠